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七段与高美路口 今天中午发生死亡车祸 记者与彩银翻社分享 又发生赵陶死亡车祸 一辆休旅车 今天中午行经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七段 一应敞红灯 撞上自高美路穿越路口的机车 由于撞击力到大 机车女骑士当场死亡 休旅车驾驶汽车逃离现场 警方依据车号联络车主 得知当时车子并非车主使用 依锁定特定人士 追气肇事驾驶倒案 厘清车祸原因 警方表示 今天中午12点多 红姓女子63岁 其机车在高美路上 被一辆在临港路七段 由东往西行驶 已闯红灯的休旅车撞上 红女被撞飞当场死亡 路口一辆平等红灯的自小客车受波及 赵氏驾驶未停车查看 开走一段距离后 丢下车子快步离去 一辆休旅车 今天中午行经台中市清水区 临港路七段时 已阴场红灯撞通过路口的机车 女骑士被撞飞死亡 记者于彩银翻射 分享 发生事故后 赵氏的休旅车驾驶汽车离去 记者于彩银翻射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